那么下面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场中国队意大利男子75公斤级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意大利泰拳冠军 欧洲泰拳冠军 有请马云文明 与现场的朋友们 掌声送给来的意大利马云文明 下面有请门场比赛红方来自WRF五列峰世界竞技武术交流中心 有请中国国家泰拳队元老级人物齐冲 掌声送给 骑从龙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F环球球方争霸赛走进平岭山的比赛 现在比赛双方是一场男子7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比赛 同方是来自中国的骑成龙 而蓝方是来自意大利的马云文明 我们的骑成龙 同方是来自中国的骑成龙 而蓝方是来自意大利的马云文明 我们的骑成龙在五列峰WF的战绩是15战11胜4和2 4KO队 并且是中国国家泰拳队的第一批队员 而这个来自意大利的马云文明的职业战绩目前是32战24胜 意大利的泰拳冠军 欧洲的泰拳冠军 那双方看看比赛会怎么样 从身高上来看 这个意大利的这位选手明显在身高上是有绝对优势的 整刀 统治距离 看来这位选手很有经验 因为身高必长的选手如果想控制这个距离 一般用灯踏型的或者直线型的这种拳把和腿把来控制对方的距离 会效果更好一些 在骑腿虚言以后的这个连击 虽然用重力不太高 但是这位选手明显有这种连击的意识 当然这个时候骑腾龙不应该再跟对方对视了 因为对方是这个泰拳的冠军 在这个大阵地战的中呢 是绝对是有自己的有一套独特的东西的 骑腾龙这个时候应该打进去破坏对方的节奏 如果再这样对视的话 对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有利的方法 特别是面对这个身高必长的对手 是最好不要往后退 如果往后退 你等于把自己的这个 整个兽肌的部位呢 暴露给对方这个利弊杆最长端的这个利点了 那这样会对自己非常危险 这个时候打进去 还是骑腾龙应该做的 目前他是进入第一个回合 双方可能还都是以试探为主 特别是这个来自意大利的马瑞·莫尼 到目前为止 这个选手还没有进行太多的 这个缠斗或者敖战 一般都是在控制距离 让骑腾龙不敢打进来 骑腾龙趁对方抬嘴的时候 去踢对方支撑腿 对方的这种全腿的连击啊 其实让骑腾龙也有点这个 拿不准距离 如果打进去吧 很容易被对方直前攻出来 如果不打进去呢 又很容易又一直在被对方进攻 对方要进攻了吗 对方要进攻了吗 对方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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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现在比赛开始了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七成龙 蓝方是来自伊斯大利的马云梅尼 现在双方记录了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呢 七成龙对对方控制 距离控制得很好 一直被对方控制在外围 很少有自己能连续打击的机会 双方换拳 对方的这个直线型的正登和这个前手的直拳 控制的距离控制得非常好 这个可以说是这种高个子打碍 过去的叫空心一般的 漂亮 在七成龙起腿的同时呢 这位选手直接用自己的腿 阻挡以后的前后手迎击 好 七成龙想打进来被对方退开了 漂亮 这位选手的正中下落 可以说在得点上呢 对方的得点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距离控制上呢 对方已经把握了这个类材的主要局势 我们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这位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呢 他很喜欢出这种前手 就是前腿的扫踢以后的前腿前手直拳 那其实七成龙可以用这个时间差来对付 想看他又出了一次 其实对方在这个出前手的时候呢 七成龙应该有很多的方法来应对 可能是在这个擂台上呢 被对方压制了 所以有一点点的气势上往后 他下了一点 这个时候其实七成龙呢 如果这样一直以观望的形式来跟对方打的话 这个是非常鼓励的 七成龙的低扫力力量都非常足 对方应该也感觉到了这个 所以在这个七成龙再想出低扫的时候 对方直接用内围的clinch哭住以后给了一息 现在对方已经开始躲七成龙的这个后手的扫腿了 起码在前两回合呢 我觉得这个 莫尼啊这位压力的选手 还是在这个战术布置和这个战术执行上还是非常不错 如果观众朋友们那个有兴趣 可以去试一下 当你这个扫腿扛到对方这个膝盖的提膝上 是非常痛苦的 刚刚在打时间差的时候呢 这个七成龙主要还是 这种直前直后的这种方式 难道是很难进来的 因为对方是用这个直线的拳法和直线的腿法 来阻击他的进攻 我们一直来说都是说一寸长一寸强 这个这个马瑞莫尼啊 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就充分演绎了这个事情 用自己的正灯 用自己的前手来控制距离 用自己的步伐 充分的移动 当目前的这个七成龙依然没有这个太多的战争面 但目前还是以这个直前直后的这个冲击 所以主要进攻手段对对方针对的比较厉害 而对方这个 虽然拳法和腿法的力度上差了一些 跟七成龙来比较差了一些 不过这种累积性的伤害可能会对七成龙体能啊 比赛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也进入了第三个回合 如果七成龙在这一回合没有办法进行改变自己的这个局势呢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比赛中呢 他可能会丢掉一些分数 还有十秒钟 好 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场下的裁判是怎样判法这场比赛的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1号叉备员27比30 2号叉备员28比29 3号叉备员28比29 比赛结果蓝方胜 走啊 忘记获胜 擀约 标志